台北市北投有一处工地 在今天上午进行吊挂作业 不料一阵强风袭来 吊挂的钢筋撞击到了鹰架栏杆 栏杆就从17轮楼高的地方 整个坠落呢 只差5步的距离 就要砸到路过的骑士跟行人 骑士出门赶上班 经过巷口才几秒钟 前方就传来巨大声响 原来是路面突然蹦出了铁栏杆 其实紧急刹车才没被砸中 但铁栏杆从何而来 一旁的民众纷纷抬头往上看 工地施工不慎才会天降铁栏杆 而事发在台北市北投区 位于中央南路二段的这处工地 正在兴建住宅大楼 19号一早 工地准备吊挂钢筋到顶楼 但一阵强风吹来 钢筋撞击到了鹰架铁栏杆 才导致铁栏杆从17层楼高坠落地面 当下是有点脑筋一片空白 我就想到说 小朋友才刚出生两周 东西掉下来看起来像在飘 但是砸到面前的时候 其实有点吓到 对 因为那个 加强内部教育 然后人员接受处罚 造成这个民众跟社会的不安 我们工地就至上深深的歉意 工地人员惧歉 强调都有依照SOP处理 但真的没想到风势过大 导致意外发生 天壮铁栏杆 幸好没有砸伤人车 但已经当路人 暴受虚惊 记者成长周宗林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见 在飞行中 我们下期见